机号NA102的空情海豚直升机曾多次升空执行任务 周一却发生超夸张意外 空行总队的海豚直升机18号早算金船降落松山机场时 机腹先触地 原因竟然是飞行员忘了放起落架 刚进行副驾驶年度训练考核 早上9点50分返回松机 因为忘了放起落架机腹着地 造成天线和落地灯磨损 缩性人员平安 但松机跑道因此一度关闭15分钟 初次的直升机已经被拖到机棚内 等待遇难会调查 这款海豚机为AS-365N1型 来海服役今年刚好满30年 据悉驾驶的是空军退役教官 目前停飞乘处 只是放下起落架 这基本操作怎么会有熟悉 空军的直升机飞行员来说的话 因为毕竟过去他们的S拐重 他并没有要放起落架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造成 他因此忘了检查这一项 我个人觉得这种错误是根本不应该犯的 不排除人为习惯导致 不过专家也点出更大问题 那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依照部驾驶念的这个程序 确实做到没动的这个检查 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不但是坐舱资源那个管理没有做好 你甚至可以说你自己本身直升机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能力都不够到位 去年4月空情海豚机藏在小梗机场中落地 2016年另外一架海豚机突然失速后坠海 原本剩下8架如今多一架受损 待维修评估 民众遇难空情总会赶赴 如今只担心这救援能量会否受影响 TVBS新闻催修群众议人刘廷婷快报道